真实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戏 宜兰这个小二的女同学方思云 她有第一型的糖尿病 所以年纪小小的她 就天天要打胰岛素跟测血糖 一天至少四次 手臂上都是针孔的痕迹 但是呢 她其实一路走来是很辛苦的 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呢 有六家业者就婉拒她入学 也让家人自责不已 但她总是以 非常阳光的笑容来面对人生 她的故事被翻拍成了 微电影《牛奶糖女孩》 打开盖子 打哪里 你今天想打哪里 手指弹一弹之后就往手臂上扎 这会痛吗 才八岁的方思云打胰岛素测血糖 一天至少四次 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 三岁时的一场感冒 进而得知患了第一型糖尿病 一辈子都要打胰岛素 阿嬷不舍难过自责 我跟她吵了 我真不好意思 那是我吵了 她两个 她两个我说 不吵了 这跟妳都没关系 没关系 小孩变得变得 就我吵了 我的关系怎么没关系 当初就读幼稚园 先后有六家业者 以医疗资源不足 婉拒让她入学 上国小后 怕同学看到针筒会害怕 他也只能躲到厕所 施打胰岛素 但是方思云乐观面对 把笑容挂在脸上 自然也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我低血糖的时候 他们都会帮我拿葡萄糖 真的喔 所以同学对你很好 对不对 所以你很开心 对不对 天真的笑容 让人融化 她的阳光故事 也被翻拍成伪电影 大人睡了 你跟我说 其实我很清楚 我有糖尿病 我一辈子都要打针 方思云最喜欢吃牛奶糖 伪电影中化身牛奶糖女孩 鼓励其他同样患有糖尿病的小朋友 虽然每天跟针头相处 手臂还留有针孔及瘀青的痕迹 方思云不怕痛 乐观面对 就算不一样又怎样 记得李健和立安宝宜兰采访报道